好,这里面有香料,百里香,米里香,蒜粒,牛油,胡椒,盐,还有烤锅的那个大蒜 等一下把煎好的牛扒放在上面 好,现在我们这个牛扒煎好了 那就把这个热的牛扒放在我们的切板上面 就会把那个牛油还有香料弄软 就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等五分钟之后呢,里面那些汁那就会不会再滚 它就那汁就不会爆出来 好,现在五分钟已经过了,里面的汁都不再滚了 我们现在把它切成片子 我喜欢呢,把它切小一点 所以每一个呢,就可以一口吃进去 嗯,好亮啊,很烤的 煎得好,漂亮 知道呢,你切了之后,它凉的时候呢,会把全部的汁收回进去 带着里面全部那些香料的味道 但是呢,你等了它稍微吃进去呢,就会,嗯,就很凉 所以呢,你要把那个碟子用些热水冲 或者呢,用微波炉把那个碟子弄热,就要再放进去 然后这些肉放在一起 你尝一尝吧 你尝一下 嗯 嗯 很多汁 而且这个 香料 揉进了这个 肉里面 香味扑鼻 真的很好吃 你也试试吧 的 谢谢大家